哈囉 大家好 我是Anton 今天我就要教各位如何畫出一個 非常有活力的大眼妝 首先我們第一個顏色 一定會先使用淺的顏色做一個打底 那我們這個淺的顏色 我們就會選擇比較接近皮膚的顏色 然後它帶有一點點的亮度 好 我們一樣先把它淡淡的 整個在眼皮上面 做一點點漸層的感覺 那顏色不需要太多 我們只要做一點點的打底 接下來我們會選擇第二個顏色 顏色會比較偏向 比較淺一點點的咖啡 我們可以做一點點雙眼皮的漸層 好 那這個質地非常的特別 因為它非常的輕柔 所以你只要稍微用刷子 然後輕輕的沾取之後 放在眼睛上面 就會顏色非常的飽和 接下來我們可以使用深的咖啡 把它放在睫毛根部 加強眼睛的大眼的效果 所以我們會使用比較偏向橘色 那其實這個橘色 看起來會比較大膽一點的橘 那所以我們底層已經先做了這個咖啡色的打底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大面積的把它放在眼皮上 好 那我們一樣是從正中心點開始 然後先薄薄的一層可以整個帶到眼窩 一直到眉骨 整個顏色淡了之後慢慢的往外走 最後我們還會再加一點點顏色 讓它顏色更飽和 好 下眼影的部分我們可以選擇比較偏小支的刷子 然後沾橘色的 我們可以從正中心點開始慢慢的做暈染 好 一樣顏色少了之後慢慢的往外 然後往眼瞳 然後整個面積可以往下做暈染 最後我們使用咖啡色 要讓它有大眼的效果 我們可以在下眼線的部分加一點點深的顏色 但我們是利用眼影的方式來做一點點暈染 那中點顏色我們會把它放在正中心點 讓它眼睛感覺有放大的效果 眼影的部分這樣就結束 那接下來當然是如果要有大眼的感覺 眼線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選擇一支像寫書法的筆一樣 那我們在畫眼線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畫粗的或細的都可以 首先我先把眼尾的高度先定出來 那使用筆尖畫出細細的一條線 之後我們就會把它做連接 把它接到睫毛根部 眼線完成接下來就是口紅的部分 我選擇一支比較偏向橘色系的 跟它的整個眼妝會比較容易有搭在一起的效果 其實這一次我們在畫唇的時候 可以使用我們的唇筆沾顏色之後 一樣把它放在正中心點 那其實這個顏色會非常的淡 可是它整個亮度因為它是比較偏向橘色 所以畫完之後會讓你精神看起來非常好 好 上唇的部分 把它上一點點橘的感覺 新鮮的整個類型 這個墨的妝容已經完成 這麼 medical 細ums Edge 30 感谢观看